大家好,这里是星光大赏,欢迎收看本期视频。 孩子是一个家庭最珍贵的礼物,但不是每一对夫妻都拥有孩子的。 香港的明星夫妻里就有很多选择丁克,对于选择丁克的原因,他们也各有各的说法。 接下来就给大家介绍八位选择丁克的明星。 1.周润发 娱乐圈里的神仙眷侣很多,周润发和妻子陈慧莲就是其中一对。 发哥发嫂的爱情故事一度成为圈内典范。 刚结婚的时候,周润发没有想过丁克,反而很喜欢小孩子。 在对新生儿的盼望中,陈慧莲怀孕了,周润发自然非常高兴。 可让人万万没想到的是,在孕期的第七个月,孩子夭折了, 周润发和陈慧莲伤心不已。 那段时间,陈慧莲的精神几近崩溃,为了照顾妻子,周润发推掉了很多片约。 最终,陈慧莲用了七年时间才走出这段伤痛。 在这之后,陈慧莲还想过为周润发再生孩子,但他的身体情况已经不易生育。 考虑到妻子的身体健康状况,周润发主动提出了丁克。 当鲁豫采访周润发夫妻时,陈慧莲表示自己也是过了很多年才从悲伤中走出来。 虽然没有亲生的孩子在身边,但他觉得还有其他小孩陪伴,不会寂寞。 周润发也说,两个人同时悲伤没有好处,所以他们慢慢释怀了。 释怀之后的周润发对待新生命有了和之前不一样的看法。 他在另外一个采访中称,未来几年没人会生小朋友。 他觉得现在的小孩子压力太大了,未来的生存会很艰难。 如今,周润发和陈慧莲已经结婚35年,虽然两人没有孩子,但依旧很幸福,很安爱。 2.周慧敏 有着育女掌门人之称的周慧敏,41岁时才步入婚姻的殿堂,嫁给倪震。 婚后,周慧敏过得不是很美好。 倪震数次出轨,不悔改,周慧敏却多次选择原谅。 还表示,只要老公能在需要的时候出现,就是最好的老公。 不少网友猜测,如今55岁的周慧敏还没有生小孩,或许就是因为这段婚姻充满了不确定性,尤其是老公经常不归家。 不过外界猜测是一码是,周慧敏自己在接受访谈时也明确表示过,不是每一对夫妻都要生儿育女的,每对夫妻的价值观也是不同的。 所以周慧敏和倪震选择了不同的方式,他们把猫猫狗狗当成自己的孩子。 周慧敏很清楚自己想要的是什么,他觉得拥有五只猫就很快乐了,而且对待猫的包容性要比孩子大,所以即便没有孩子也无所谓了。 虽然没有孩子,但周慧敏如今的生活是很幸福快乐,脸上总是带着笑容。 3.梁朝伟 梁朝伟和刘嘉玲的爱情很令人羡慕,眼神深邃温柔的梁朝伟是很多观众心目中的白月光男神,观众们都很期待他能生一个孩子来继承他优秀的基因。 但梁朝伟本人却不是这么想的,对于孩子的问题,他表示自己从来没有想过。 因为他的一生已经有很多人要照顾,比如妈妈、妹妹和刘嘉玲,实在是没有闲暇兼顾更多人,而且因为拍戏经常不在家,更是没有机会照顾家庭。 此前,刘嘉玲在《惊心》的节目上也说到梁朝伟一早就决定不要孩子了,但刘嘉玲本人却偶尔萌生过生孩子的念头,因为他看到周围的朋友都有孩子,觉得自己是不是也应该要有一个,可他始终觉得养孩子责任太大,便放弃了这个想法。 如今,梁朝伟和刘嘉玲已经结婚14年,两人依旧宁客,按照自己喜欢的活法生活。 4.郑一剑 郑一剑,蒙嘉玲夫妇选择丁克,是两人共同商量过的,这几十年他们很默契地保持着不遇的状态,家里没有小朋友,两人的生活依旧幸福甜蜜。 郑一剑,蒙嘉玲选择不生孩子,有很大一部分是受到了原生家庭的影响,她看到自己的母亲很叛逆,任性,让外婆要为她担心,所以她害怕生一个像她妈妈那样难管教的孩子。 而且蒙嘉玲还直言,很担心孩子未来的教育,觉得要为孩子安排好上学是一件很烦的事。 作为丈夫的郑一剑,当然也是这样想的,她觉得孩子出生之后学什么是一件很苦恼的事。 再加上现在的环境变化很快,郑一剑不希望孩子来着世上受苦。 如今,蒙嘉惠和郑一剑过着悠闲的丁克家庭生活,这不也是一种幸福吗? 5.郑秀文 女神郑秀文这几年的婚姻之路不太顺畅,她和许志安婚后也有一段快乐的日子,但是许志安的出轨给郑秀文造成了很大的舆论压力。 网友也不断猜测,郑秀文这么多年来不生孩子,就是因为许志安的花心。 其实,医生也曾表示郑秀文不太适合要孩子,因为她太瘦了。 从她运动后的自拍照来看,真的瘦到有点夸张的程度,两颊都凹陷下去,这样的体质如果孕育孩子应该会很辛苦。 而且在上鲁豫的节目时,鲁豫问郑秀文会不会要孩子。 郑秀文当场表示自己不是不喜欢孩子,而是害怕照顾小朋友,怕自己教不好,在育儿这一方面很没有自信心。 不过,如人饮水冷暖自知,郑秀文自己觉得生活愉快就行了。 六,刘青云 刘青云和太太郭矮明刚在一起时,外界很不看好,但郭矮明认定了刘青云,坚定地和他在一起。 最终,他们经过六年的爱情长跑,在1998年走进婚姻的殿堂。 婚后,郭矮明淡出影坛,成了刘青云背后的女人。 刘青云则努力奋斗,成了影帝。 两人十分恩爱,成了香港娱乐圈的楷模夫妻。 据了解,刘青云夫妇之所以不生孩子,是因为刘青云本身患有遗传性疾病。 如果孕育孩子,孩子的基因很有可能会受到影响。 为了下一代考虑,刘青云和太太商量后决定不要孩子。 除了这个因素之外,刘青云不生小孩也有很强烈的个人因素在里面。 当被问到,一个家庭如果没有孩子,会不会紧密? 刘青云回答说,和孩子没有关系,家庭紧密连接着就完整了。 刘青云和郭矮明在圈内经历了风风雨雨,依然恩爱如初。 结婚24年,两人还是过着二人世界的生活,没有生小孩的打算。 虽然没有孩子,也不妨碍两人的甜蜜。 7.张卫健 前几年过六亿儿童节的时候,张卫健在社交平台上晒出自己和妻子张倩的两张合照。 照片中,夫妻两人人手一个冰淇淋,对着镜头甜蜜微笑,看起来很幸福。 张卫健还配闻到冰淇淋不只是小朋友的权利,话语里满满的宠溺感。 张卫健和张倩因细生情,经过八年的爱情长跑,他们在2007年走进了婚姻的殿堂。 婚后没多久,张倩就怀孕了。 遗憾的是,孩子最终没有保住。 孩子在孕七八个月时夭折了,这也一直是夫妻两人心里的痛。 孩子的夭折对张倩打击特别大,她得了抑郁症。 为了让妻子早日恢复健康,张卫健推掉了一切工作,24小时陪伴在张倩身边,想各种办法逗她开心。 在张卫健的暖心陪伴下,张倩熬过了这次难关,并在2014年再一次怀孕了,可这个孩子也没有保住。 经过两次残酷的生育打击,张卫健为了妻子的身体健康着想,便向外界宣布会和张倩丁克一生。 张卫健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,自己曾经很积极地向往有一个孩子,但是这种事还是顺其自然的,不能强求。 张卫健在对待生孩子这件事上也看开了,不生孩子除了为了照顾妻子身体外,还有一个原因,就是怕孩子生出来成为他这样的混世魔王。 如今,两人互相陪伴走过了14年,有没有孩子已经不重要了。 8.梁汉文 不久前的披荆斩绩的哥哥再度把梁汉文推到大众面前。 她不仅是一个优秀的演员,也是娱乐圈里不可多得的好男人。 和太太林文慧结婚以后,她的心思都在家庭中,太太生病时也不离不弃地照顾。 梁汉文在媒体采访的时候聊到过这段故事,她说,等到太太发现修上有硬块去医院检查的时候,林文慧已经确定为乳腺癌中期了。 在林文慧生病的时候,梁汉文还故意戴假发,进房间逗她开心。 好在历经细心医治,林文慧的病况逐渐转好,还顺利地度过了五年的观察期。 只不过大病出狱,林文慧的身体早已不适宜生孕小孩。 为此,喜爱小孩子的梁汉文决定舍弃生宝宝,只要夫妻两人再次相随。 都说患难见真情,像梁汉文和林文慧一样,一起走过人生低谷,一起抗击病魔,才是真正相濡以沫的爱情。 如今,他们依旧过着浪漫的二日世界。 其实,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,无论是出于什么原因,生不生孩子都是个人的选择。 所以,我们要尊重明星的选择。 虽然他们选择了丁克的生活方式,但并不表示他们过得不幸福,也希望他们未来的生活越来越甜蜜。 好了,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,欢迎大家点赞,订阅,在评论区告诉我你还想知道的明星,我们下期再会。